大家好,这里是环球洞察,我们将为您带来国际时事和时政资讯,观看前请大家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您的订阅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本期精彩看点,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亚利克斯,阿扎计划未来几日率团访问台湾,这也让台湾的一些人士感到自豪,并宣称,这是1979年以来访台层级最高的美国内阁官员,而这也是6年来美国内阁官员的首次访台。 阿扎本人也表示,他此行的目的就是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台湾的支持,以及肯定台湾在对应新冠疫情方面的表现出的领导力。 台湾外事部门8月5日发布声明,证实阿扎尔将在近日内访台,并与当局领导人蔡英文,外事部门负责人吴钊燮等人见面,并参访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声明提及。 阿扎尔是自2014年以来首次访台的美国白宫内阁成员,也是1979年以来访台的层级最高的白宫内阁成员。 据悉,早在6年前,奥巴马政府的环保署署长吉娜,麦卡锡率领团队访问台湾,而就台湾当局表示,这是14年来第一次由美国政府阁员访问台湾。 在当时,我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无论美国以何种形式,目的赴台访问,都违反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和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向中方做出的承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并已就此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美国在设台问题上一直小动作不断,特朗普上任以来已签署多项设台重要法案,而今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美台更借此加紧勾连。 据悉,在特朗普政府与美国当地时间2018年3月16日签署了台湾履行法后,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就已经明确表示,我们对美方签署与台湾交往法案表示坚决反对,并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正如中方多次指出的,该案有关条款,尽管没有法律约束力,但它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了严重错误信号。 我们对此坚决反对,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停止美台官方往来和提升实质关系,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以免对中美关系和台海地区和平稳定造成严重损害。 受到疫情和经济等问题冲击,特朗普2020总统大选的选情愈加低迷,开始贫打台湾牌。 我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13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指出,美国应有清醒认知,台湾牌不是那么好打的。 王毅表示,两岸实现统一是历史必然趋势,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可能阻挡。 我们敦促美方充分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奉劝美方丢掉不切实际的幻想,放下国内制的算计。 正告美方不要试图挑战中国的底线,不要误判14亿中国人民捍卫国家统一的坚定决心。 中国一直在做武统台湾的准备,早在5月14日到7月31日,解放军就曾在唐山港京唐港区举行军事演习和实弹射击,此次军演的时间之长。 战区跨度之大,据悉解放军将进行多军兵种,跨战区的两栖登陆,夺取岛屿,抗击登陆,防空反导等多个实战化演练科目,在解放军的军演史上都比较少见,特别是由于演习时间跨度包括蔡英文的520讲话在内,普遍被认为必要时为武统台湾做准备。 此外,日本媒体也爆出,解放军8月还将在南海举行针对夺取东沙岛的军事演习,此岛现在台湾的控制下。 虽然对中国统一台湾的决心没有多少人会怀疑,然而什么时候才是武统的合适时机,分歧很大。 一种看法认为,眼下正是解放军武力攻取台湾的良机,因为疫情打乱了美国的正常步骤,特别是美国的航母官兵染上了新冠病毒,缺弱了美军的战斗力,没有美军的支援,台湾自己的军队是抵御不了解放军进攻的。 14种看法者,既包括一般的民众,也有军事学者和军方人士。 虽然美中关系和两岸局势会加速北京武统步伐,但是中国不可能利用疫情对美国的打击而贸然发动战争。 中国要武统台湾,为减少国际干预,必须有一个师出有名的理由,也就是反国家分裂法第八条所列的三种情况。 解放军某中将曾表示过,武统台湾只要三天。 第一是出动解放军火箭军导弹部队,三波以火炮导弹为主的火力突击,加上三波航空兵火力的补充打击。 据计算机仿真,应摧毁台防三分之一重要目标,并压制其他重要目标和一般目标,使其48小时内失去使用功能。 而后由查打一体无人机凌空监视,消灭零星复活火力。 第二是目标战,俗称点穴。 现代登岛作战,战前根据目标性质,可分为摧毁目标,压制目标,夺战目标,监控目标,暂时保留目标等。 台军只有约20万军队,冲击量也就200至300个目标。 把这些目标编成目录,包括目标性质,精确坐标,打击要求,打击方式方法,所需兵力兵器弹药器材等。 战前任务部队对各自目标细细加以研究,反复演练和重难点攻关,得出对每个具体目标的最佳打法。 第三是立体战,现代登陆战是多种样式并用,根据敌情,地形,是用什么样式就用什么样式。 一个空降式的战役空降,至少上千平方千米,空降地域内应有三至六个敌方机场,散降和机降相结合。 在登陆兵上岸同时,上百架次的空降兵在敌后着陆。 第四是信息,含电磁,网络战,保护几方信息,打击破坏敌方信息,首先取得制信息权,是取得制空权,制海权的前提和保证。 战争全过程都有我侦查,通信,摇杆,定位等卫星和长航时无人机实施空天保障,确保我指挥畅通,破坏台军信息系统。 第五是特种作战,我军每个战区都有特战旅,特种作战任务,首先是斩首行动,当钻地毯和混凝土爆破单位完成斩首任务时,由特战分队完成。 其次是先减行动,在火力准备知识或之前,趁乱先行潜入重要目标附近,适时加以控制,而后引导主力部队进入。 再次是向地对地导弹,远程火箭炮,各军种航空兵,箭炮等支援火力指示目标和较正偏差,评估毁伤效果。 第六是心理,含法律,舆论战,火力硬杀伤和心理软杀伤相结合,在硬杀伤的打击和威慑下,利用台军脆弱的心理状态,加强心理攻势,发布告台湾同胞书和告台军官兵书。 依据战前修订的统一国家法,对经最高法院判定的犯有分裂国家罪的台独头头,在战争状态下人人当秦之,人人当诛之,并给予实施者以国家奖励。 台湾就是美国亚太战略遏制中国的棋子,根本不是支持台湾,而是利用。 熟悉美台军售的,都会有一个共识,台湾是美国过期武器废铜烂铁的垃圾厂,而且这些垃圾还是富高价买。 佩里吉军舰用了二三十年,卖给台湾的时候,价格比当初的造价还高,这次给台湾升级F16,前前后后也花了上亿美金。 还有一个网友很关心的问题,台海升战的话,美国会不会介入? 有的网友表示,美国虽然不断地给台湾吃定心丸,但一旦发生武统战争,美国是绝对不会插手的。 从以往美国的行动就可以看出,在白宫眼里,台湾不过是用来制衡中国谋取利益的一枚妻子。 他们要核算战争的代价,以及其中的利害关系。 美国不会为台湾牺牲一兵一卒,而民进党当局的台独方针也不会发生改变。 毕竟这帮政客根本没有把台湾民众和台湾的未来放在眼里,他们只是为了捞取私利。 但是有的网友表示,一旦发生武统台湾,美国势必出兵援助台湾对抗中国。 因为台湾是美国对中国打出的另一张王牌,打压华为,封杀TikTok,制造中国威胁舆论,都是为了转移美国抗议失败的事实,转移美国国民的注意力。 在大选即将到来之前,特朗普很有可能不惜和中国一战,换取总统的连任。 尤其特朗普是不按常理出牌的人,他的决定,按以往来看,往往都是出人意料的。 随着中美局势日益紧张,收复台湾已经是溅在弦上,任何势力都不能阻止中国的统一和发展。 以上是网友的不同观点,您的观点是什么呢? 欢迎在下方评论,感谢大家的收看,欢迎点赞订阅和点击小铃铛。 也欢迎您在评论区发表您的想法和意见,我们将给您带来精彩的世界时事。